喵 大家好 我是夜猫动画的风诱员木木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他是英雄的故事 首先提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人 为了能随时随地的保护他 会不会希望自己是个超级英雄呢 巴克表示 希望 非常的希望 其实是这样的 他是个普通的电工 某天正在前往维修地点时 恰好看到警长正搭讪一个花店老板 他年轻漂亮 浑身散发着魅力 巴克知道自己沦陷了 不过女孩表示 他可不想在这个失败的小镇里 和一个失败的男人共度一生 所以他的伴侣必须是个英雄 所以明显 巴克是没机会了 一旁的警长也趁机讽刺他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看着叹笑风声的两人 巴克很气愤 但又没资格说什么 只能在附近修电缆时 一边骂一边偷偷瞄这不远处的街道 结果因为太投入了 没控制住脚下的梯子 他条件反射 抓住旁边的高压电缆 结果 可见而知 一顿噼里啪啦 做了个全身按摩 巴克就摔倒在了地上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从他的包里掉出来的各种零件 竟然飘在空中 缓慢的往下掉 就像时间变慢了一样 而当巴克松开电缆时 一切又恢复正常 他身体一点湿都没有 于是巴克又把自己掉了一次 结果地球四传的速度变慢了 他大摇大摆走到街上 来到两人身边 趁机整骨了那个目中无人的警长 巴克看着女孩的脸 忽然想起对方曾经说过的那句 我需要英雄 嗯 那他现在有超能力 不就可以成为英雄了吗 经过一晚上的设计 裁剪缝制 加上便捷式发电机 巴克专属的超人服装就做好了 等等 莫非你就是 电机小子的兄弟 总之 巴克自我感觉良好 第二天就来到街上 随时准备整个世界 此时对面的露天餐厅 出现了点小意外 他立刻减速时间 把散落的汉堡套餐重新做好 结果却忘了即将甩倒的服务生 导致客人桌上的刀叉 静止奔向前方 这种小问题并没有击倒巴克 很快 他再次等到成为英雄的机会 小巷子里传来呼救声 他立刻减慢时间 把持刀抢击的坏人 塞进旁边垃圾桶里 结果自己却被喷了一列辣椒水 然后还引起一场之后 巴克很沮丧 这时美丽的梦中女神 穿着一能一层的面前经过 他忽然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 英雄从不经年放弃 就这样 他在小镇里四处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可无论做什么 到最后只会越帮越忙 明明是想拯救世界 结果却成为破坏世界的大坏蛋 最后 巴克的英雄事迹 还被登上当地的报纸 他超难过决定丢掉所有的英雄装备 同样也失去了 向喜欢的人证明自己的勇气 此时 有个小女孩哼着哥准备过马路 信号灯从绿色变成红色 但远处还是有一辆大车飞驰而来 马上就撞到小女孩了 巴克很着急 可失去电力的他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即便如此 他还是扑上去把女孩推开了 幸运的是 巴克没有什么大碍 更幸运的是 小女孩的姐姐 就是他的梦中女神 英雄和美人也因此走到了一起 但在这一年间 两人从热恋到后来感情出现了问题 因为巴克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 连保险撕也不会凶 天天就是混吃混喝 这双妻子很生气 然而每次在他念念叨叨时 巴克就会用超能力逃避一切 独自待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说 找另一半的时候 千万不能只看对方的外表 或许是帅气的英雄 在背地里只是条大蓝虫呢 好了 我们下期见